我們發現到學校就不讓我們那麼晚下課 所以我們就調整從40分開始 7點40分開始 我們以這個時間來講 我們第一堂課代表是三次五個小時 是主課代表人名 可是我們發現家長已經知道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就在正式開課之前 我們就去市主管教訓 大家知道 所以讀今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 讓他們收拾他們的心切 第二 遲到越遠近到讀書生 他就會比較發援過 因為他遲到了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憋住他 否則我們會想喊 家長都還沒到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所以從 可能從7點半等到7點40 7點40變成長碳 我們就浪費10分鐘 所以我們不浪費 時間到處開始 還有什麼方式大家覺得說 噢 我已經遲到了 對 因我明天的時間是開始 然後最近我們有個流程 其實在讀白照書之前 我們都會提什麼辦法 提什麼辦法 提什麼辦法我們是做驗收的 驗收上個禮拜 你看這個效果怎麼樣 那我們會給他蓋账 這個账是以後我們要頒發 因為他強壁強壯的力氣 那我們蓋账的方式很簡單 每個班都會不一樣 而且我們喵喵手一樣 不要求一樣 你的账跟哪邊的账的 哪有困難度就有什麼問題 我們只要是教你弄步 就會蓋账 如果你驗收有兩個方式 你看出讀給老師聽 給你 給你的 數據有張的 對 不是 你讀給老師聽 我還是給你一個張 但是你貝的 我才多一個張 你用貝的 會多一個張 這樣子 所以最多就會有三個張 因為你讀的 跟貝的東西 應熟 然後 然後我們會 剛開始的時候 會跟孔子 縣下去三球 然後我們會送禮運大堂 禮運大堂 補完 補勞書指導師 老師補完 就補進校舟學 然後 再開始復習上舟進度 然後 復習上舟進度 怎麼復習 這個有老師 自己去安排 但是大概補一次 拿去代表 代表這件就有一次 就有不同 各位有看過 代表這件的方式 1 1 1 2 3 1 什麼叫1 1 1 2 3 1 什麼叫1 1 1 2 3 1 就是一個音的話 是一句 一張裡面的一句 要代表一次 或許是 實際來代表 我們用 用輪語的 學友的 地藏來這次 各位當小朋友 或許大家不是 依子曰 你看他 依子曰 依子曰 學而實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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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義樂乎 不義樂乎 有同志也方來 有同志也方來 不義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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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知而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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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義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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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 聽出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每一句 代表一次 這叫意義 後來的這個意義呢 就是 就是 老師的一遍 就是從口不到 再試啊 各位小朋友老師的一遍 各位小朋友不是故意願嗎 依子曰 议子约 学而实习之 不义乐夫 有逢自远方来 不义乐夫 人不吃而不运 不义君子夫 就把它唱起来 然后二呢 四老师部里面都想要读两篇 这样很清楚 又代表 然后读完以后 老师读一遍和小朋友读三遍 再一次 全力再高串起来 这样子 小朋友读了几遍 听了几遍 一二三四六 一六遍 总共他那天听跟读四五遍 那后 不管你这一句有多长 只不语 怪力乱子 不算面具记下来 就没有可能 不对 还是要带做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要求每一个老师的带法都一样 每一句的带法也都一样 可是因为他的长短不同 也就是说 我们保证我们代表的带字 都是一样的 每一字每一句 都是相同的 不会因为 他这一句短 你就给他少 不能这样子 这是我们很坚持的 另外一个我们的读法是比较 有一个律动的 那各位以第一章 以学友第一章来讲的话 可能你们比较不知道 律动的重点在哪边 或许读大学的个问题 要清楚 我们说读过大学 或许先读一部分 一部分就好 先从大学之道 在民营 在清零 在国北的读法 或许先读一般的读法 大学之道 在民营 在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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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读法是这样子 听得清楚 或许读法不可以 给各位提到 大学之道 在民营 在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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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听到吗 再特别是断除了 这样 好了 然后呢 知识而后 有定 对不对 在这边 知识而后 一般的读法是 知识而后有定 定的后能静 静的后能安 安 安 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物有本 或是有重实 之所先后 则尽到你 那是一般的读法 我们读法不这样子 我们律读法不这样子 我们律读法不这样子 跟他意思是什么 他关注的 知识而后 定 定 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 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物有本 或是 有重实 之所先后 则尽到你 你听出他的意思吗 你是不是有听到定 去哪里 我们把意思把它挑出来 他这样子读下来的话 很好听 就不会让我停 你的读法 所以我们一直在推 律读法 拥在什么地方 小朋友很容易理解 大的很容易理解 而且你要是去参加会讨 或者你要背的时候 你只要一个字 错了 你那个律读法 也就是知道 你绝对不错 因为律读法不一样 少一个字的律读法不一样 所以 他会增加我们记忆 另外的 我们都看到读读法 尤其有读读法 读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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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精鼎的读读 他要音乐读读 为什么音乐读读 音乐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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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它可以刺激 我们老部的 乳部的发展 所以你让 老部 耳朵 透过很多声音的刺激 是可以加强 这个小朋友的基因 跟他的理解 如果我们用读读法 你那个律读不够 不能刺激 但是我们用律读读法 它是可以刺激 小孩子的 读法案 所以当我们在读读读的时候 是 同时音乐读读 同时是经理读读 同时起来 所以说 我们为什么会推 律读读读读 今天因为再生的读读法 而且 我们 当我们入完 新读的以后 我们入了读读读 那个老师 他特别从演员回来 他不会在读读 他打给后续 后续就结婚了 他什么话才能当起 在哪里 他是 我们三层接生 或者听到他声音 一句话 声音好听 你应该要带点击 他现在很能听 他是 比如他不信 他回来很听 然后呢 因为我们没办法目的 他回来这四十天没办法目的 还有一些人都必须 他必须要去 改机票 各位 他们的机票是不能改的 找没有办法 是不是改时间的 要改时间是很贵的 因为他 那他多大概三天 他要多广 一万块钱 才能够改这个机票 所以我们很肯 还没办法 他家这个信息 我们扣好之后 就送一套 我们没有办法 给他折腾 或者是这样 他拿回去 他有知识上 他听到 哇 这个套队盒 很喜欢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每一个做法都我们的理论一 这个理论一 买买买的确定 如果从华才会教授的理论来 只是说 再加一遍一生 这样子 所以 这样子的话 出现了一次两次三次一次 然后如果还有时间 再从第一章 这个一个筛头是一章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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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第二章 大概会读到八章 八章 八章 就算从华才从 一次华语 八章下 那是第四章 这个是要看时间 因为如果小章们太小的话 代表速度会慢 如果小章们比较大的话 代表速度会慢 所以那是个进步比较大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节课的做法 第一节课我们的进步 我们的放过大概是 两百分的视线 看那段都在哪里 大概两百分钟 我们不会很省 但不会有 然后呢 中小时间 可能有点 半小时间十分钟时间 要做什么 要点名 我们点名包括 包括家长要点 如果我们有 我们有收保证金 三个保证金 我们是一起 又一月三百块 如果我们请假一次 如果后来的话 那买 所以我们的旅行班 充满不缺钱 充满不会缺钱的 你知道吗 你还会赚钱 小哥 因为不可不辞到 我们要买家庭 你一个半的家庭 跟买四个半的家庭 还有比较贵 一个半的家庭 跟买四个半的家庭 都买下庭 公布东西 一个半一半的家庭 不是比较贵 所以你知道 团结力量大 当我们买二十万的家庭的时候 价格是可以压力下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年合节 是要 我们要半年一碗 五月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防止金费 把他压下来 让我们更多有机会 去办教育 我们想说 你请讲是要讲是不是 对 不是一年前的 哪里是客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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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给他 厂一支 我们自己的支付佣 吃饭要钱呢 我们说有报名 可是我们收的不多 我们只收五十块钱而已 只够吃便当 还不一定够 但是我们一定要说 是因为 不想说 让家庭那么贵 我们未来就是买四百年 只是这样子 所以 其实我们通常 家庭 没有了一个 没有空 如果这样没来 大家想会不会 我五成家庭 以后这样子庭 我要照顾 那小朋友会是说 妈妈都是你 那我会拿到学生 不过我到最后 还是没有诊息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当我没有下课时间 这个时候 是有上线收线的 我们不下课 因为下课 来很收线 所以自己有一个 尤其当 我的父母 然后我手心在那边看 我还是他说 你怎么下课 我不下课 不行啊 坐不住 我说你完蛋 十分钟 二十分钟都不肯回来 小孩子哪有可能 学校有可能 这种太推进了 读机关不可 因为我们没有约束力 我们跟小孩子 跟学校不一样 学校约束力 我们没有约束力 所以我不下课 然后 还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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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让家长 单纯去讲一些 正定宣传 有一个什么活动 要什么 那如果有时间 单纯会讲故事 真的好像 要 要 要 活动 以前才会写一个 这边要 你的生活实践 因为我们要求他 必须生活在实践 在经典 那生活实践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有8、7秒 有没有准备起床 有没有准备在家 有没有 谢谢爸爸妈妈辛苦 有没有 帮忙做家族 有没有看电视 最难做的就是 没有看电视 很难做到 我说我去家长 经过我们学校约束 有一天 他孩子 说每天都要看电视 那度计度了大概30个月 忽然间 电视换掉 那孩子会问说 爸爸电视换掉 什么可以修好 他说等你的小学 你别做修好 电视真的是没有看 所以看电视 是对孩子最大情 如果各位到 或许家里 的话 或许家里面的电视 因为 要当执行长 这个事情是很多人 电视都不能看 不过偷看电视 我们现在用电视 这只对小孩子最大情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家长讲 你不能给孩子三千字 就是在家长发音 要再三强调 如果他们说 如果他们说 如果小孩子都讀计 都计度不好 我们就不瞎 一家调略说 有没有看电视 有 那不用做 一定是计度好 所以你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重点 计度的话 孩子计 小朋友计度不好 我觉得是这样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 那有些 有一个班长会讲故事 我们曾经开放 有讲故事 可是 发现到 讲故事是 是独立记的时候 最坏的时候 另外 班长会觉得他讲得很好 可是 小朋友跟我讲 你看 小朋友跟我讲得不好 你 你要讲个小朋友 就为你 读过或什么心理学 不过这个意思 都是他孩子喜欢你 你无法承受孩子的心 你讲的故事 刚好他们底下 你讲他们在讲 很晚 所以我们后来就说 敬礼 不要讲 你可能 开始读经 你不要这么理想 因为生活实践 不是只有讲而已 还是要动作 你怎么谢谢你爸爸妈妈 你要教他怎么局勾 啊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顾问我快来做 然后呢 第二堂口 大概是25分钟 除三次 加二次 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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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十次 这是七次 大家帮我们说 七次 后来 还有后续的动作 然后呢 第二节的做法 其实跟 第一节做法是一样 也是一、二、三、五 不管名顾手 都会做 重要是在后面 我们后面还有 面顶的部分 这个部分 我们是后来才要求 这样子 本来结束是结束 这样子没有暴行 书 书会不进败的那一种 这样子也不进败 所以我们这边就说 读管的时候 要将书核起 不是收起 我们要求他核实 核实 要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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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你当然 对基础 道谢 你当然跟你 爸爸妈妈说 谢谢 因为爸爸妈妈在贴 所以这个动作 是很重要的 而且家属 经过这个动作以后 发现到 他的孩子 会感冒 我们叫孩子 在呼吸之后 在做感冒 我们不是说 一来感冒 我们不讲这些 在组合过程中 就传打这样的 一个心理出来 所以我们的过程中 就有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送给 读经的组合 我们会在组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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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的美好成果 誠心記憶的現在產的同學 這個要賭 你今天多進的成果要賭的顧下 等一下我撞到那個 相片看起來給我看 那多完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們志工會站到學生這邊 因為我們不認為志工老師這麼辛苦的帶小朋友 小朋友有必要來感謝這些志工老師 一定要這樣子做 剛開始我們也沒有這樣子做 後來我們認為說還是要這樣子做 有些志工說 哪有辦法入口的還要什麼 沒有 我們還是有回席過去 所以沒有關係一直打批 因為我們必須要招搶 所以我們站在前面的時候 志工老師排款 小朋友就會跟家人說 謝謝志工老師你們請 像這樣子的人這樣 他會跟志工老師群工 志工老師要回憶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說 謝謝大家你們辛苦 你們是最棒的 對 拿出我們高拇指 也跟小朋友說你們是最棒的 這樣子的話 整個過程就是一個結束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班主任 或者是主持ending的家長 就會說 好 我們下手小朋友 專門跟爸爸媽媽 可以幫我三個小時 我沒有會做專門 我沒有會做專門 有些男朋友 這個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請你不要做 因為可以增加他們 親子的關係 通常小孩子 尤其是孩子到兩三年級的時候 不跟媽媽抱 他們覺得很尷尬 嗯 好多奇怪 可是呢 經過實驗以後呢 他們感覺很難 因為他們每次來附近 一定要跟媽媽 所以我們 溫管333 都會學習後 每天要用抱三分鐘 然後你要傾聽三分鐘 爸爸媽媽要傾聽孩子三分鐘 然後一起附近三十分鐘 就是溫管333 這個是要去推斷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們將心事件 就是把他放放給小朋友 那這 這邊呢 如果小朋友在上次直接要出去 或者他帶點進來 當然都是要取分 這是一定要要求做到的 這是我們可以練的過程 我看一下我們那個相片 我們通常會 開始的時候 讀雲大堂 讀晚的時候讀祈禱是不是到什麼 然後再讀雲小堂 這個晚年我們才開始真正的在上來 這是一個過程的流程 就是說 我們上課不會說 哎呀我們就開始讀的 不是 有沒有聽過這樣才能讀事 然後這樣才能拿到自己 手下在讀 就是讀雲小堂 所以我們都有這樣 一定的流程 當然跟這位的經驗方式不一樣 不過後學會有一個建議 因為通常讀雲小堂都是自己的辦事 自己的經驗 沒有統一 或有相信到同一的困難 因為我們一開始 後學在辦這個讀雲小堂之後 我們就涉及到同一 所以我們就比較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讀雲小堂裡面呢 我們成立了一個區域 叫做講師群 就是在讀雲小堂講課 這些講師他成立一個區域 我們要定級的做培訓 我們會有個體驗的 我們會有話說話說這個 我們會要把相關的 assetto 頂來 作詞 作詞 開末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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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轉 開末 拼得 使用 一 這是我們的課程 我們各班的課程就在那裡 所以我們就有開發一些課程 這些一些課程是由講師群 中心的講師群去把它做練習 把它定義下來 所以講師群就變成是一個 讀經班的非常重要的追手 因為班長的跟志工在讀經班裡面 經免很辛苦經免 但是他用不方便學講 如果這個講師講得不好 或者講錯了 或者講得有一點到手話 班長是可以這樣子 因為我們外面的這個講師 他就知道這個無二感見 所以如果你教那個講師要去選擇 如果你弄得不好的話 因為我不能影響到這個班的經驗 因為研訓太到時候會影響到他 所以班長在聽完 所以他是很危險的 所以講師群就必須要怎樣去 研究這些課程 那這些課程不一定有我們的目的 比如說我們希望他來參加 來求道道 我們用設計一系列的課程 這些課程裡面 講學生課程 就一定要將這些求道的 一些元素放進去 讓他無形無重的感受 所以我說 後學會有關鍵 求道有什麼好處 對他們來講 對他們來講 對他們太遙遠 我說我從來 從來在讀書版裡面 都講教育 你求完道以後 你教育可以好 怎麼樣 然後呢 操作教育到你求道的時候 我們在講講學生課的時候 只要要來講這個 這是我們的課程 所以我會稱這個講師群 講師群 讓父子來做練習 另外呢 我們在講學生課的時候 我們要參與一個班族的群 因為班族的群 班族的不班族的真心 所有他們都會協助 他們都互相同 所以要有班族的群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 那還有中心群 中心群的負責規劃 的一個方向 如果我們這邊用好了以後 所有蘇智班的方法 都會有的確定 那這樣子我們的蘇智班 在外面點來的競爭 就會有機會 蘇智是有競爭的 如果我們的精神是如此 同樣在一個地方 有兩個蘇智班 我們憑什麼 讓家長帶球換來的蘇智班 一定我們在還要好的地方 還要不土的地方 如果我們會跟人家一樣的話 我們就沒有什麼特色 要什麼 所以我們為什麼 只励動聖書法 都可以在這邊 因為我們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 基本是一個很難 推特性的地方 因為 或許 兩年以後 三年以後 三年以後 跟政經理局 大步招 經過 經過 或許因為基本的代程式 他是基本的文學會 那時候的比試者 或許問他說 是